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如何将这个异地的医保转到北京住院报销是怎么一个流程 首先呢我们是先打开微信 微信里呢底下它不是有个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按钮吗 发现里面呢它还有往下拉它是有个小程序的这个按钮 那么小程序里面呢我们搜索这个国家异地医保备案 这个小程序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填写这个东西了 这上面有一个快速备案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 首先要选择你自己的参保力 以我们家为例呢 我们家是沈阳的 所以呢我参保力就写的是沈阳 然后在填写上你的定点医院 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是北京中医院 所以呢就选择了定点医院是北京中医院 选择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提交了 也就是两天之后吧 基本上这个东西就可以办理完了 我记得我是周四提交的 然后周六的时候它就显示已经通过了 周一的时候我带我妈就办理了住院 住院的时候它是让你缴纳一些押金 当时我们缴纳的是两万块钱 然后看完病之后呢 它是退了我一万八千多 实际缴费的也就是一千二百二十七 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 哦 哦